在2021年4月2日和4月3日 即是剛剛過去的星期五 和星期六的清晨 毒品調查科的探員根據線報 在沙田區的一個工業大廈單位 和一個私人屋苑的住宅單位裡面 檢獲706公斤的可卡因毒品 市值超過9億3千5百萬 也是本港執法機構最大宗的可卡因案件 在行動之中 我們以販毒的罪名 拘捕了兩名19至25歲的本地男子 在同一日4月2日星期五晚上 毒品調查科的探員 也在秀茂平安泰村進行了另一個拘捕的行動 也是以販毒的罪名 拘捕了一名61歲的本地男子 檢獲了29公斤的冰毒 還有400克的可樂嬰 和400克的可樂嬰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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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